- 東京走的橋,我是包博,我是文,我們今天來介紹都會時尚女子的散步行程 我們就歡迎今天的特別來賓,都會時尚女子出場 好,這是我們兩個大叔 好,那我們今天的散步路線呢,就是從廣尾開始 然後一路會經過惠比秀,然後到達戴觀山跟最後中暮黑 那這幾個區域呢,都是富含有時尚女子感覺的區域喔 那我們現在所在第一次廣尾的散步道理 那就是一個很可愛的商店街,然後兩旁有很多餐廳跟小店可以逛 那為了切合我們這次的拍攝主題呢 我們所挑選的店家都比較具有設計感 所以我身後放了這家的Pizza 它有Pizza很大片,然後皮烤得非常的脆 然後用料也很實在喔 在這邊散步晃晃,有時候就會遇到一家非常可愛的小咖啡店 像跟他說這家Canvas Tokyo 還有我時尚女友喜歡的Melting in the Mouth 這家的冰淇淋很濃密喔 我們現在在前往惠比秀的路上 那今天散步的詳細路線行程 記得參考我們敘述中的Google Map 那在我們前往惠比秀的路上這一區呢 雖然是住宅區啊 但它也不乏有許多的餐廳 然後還有店家 好,我們現在散步來到了Abyss的Garden Place 接下來帶大家去看一下米其林星級的餐廳頭部熊 多惠時尚的女子啊 就是要在這樣走草皮上 然後看一門書,吃個三明治 聽個爵士樂,好好享受一個慵懶的下午 我身後放在這看起來非常氣派的餐廳啊 是東京最有名的法國餐廳 還有米其林三顆星的認定 那這個餐廳也有在東京女子圖鑑的影片中出現過 那Garden Place這邊的廣場啊 在冬天時候也會有季節限定很浪漫的Ruburn Nation 我們現在帶大家去一個東橋的小面鏡 就是這邊Top of Ambyss的38樓 免費的觀景就在我身後的Skylounge 那我們離開Top of Ambyss的Skylounge 之後去下個地方 他們穿過Garden Place的入口處 往後走,可以達成墊斧地 一路接到Coopyto車站附近 我們剛剛搭那個Sofitiya 可以大概少走一公里的路 直接到惠比秀車站 所以我們下一站要走路到戴觀山 我們散步了一下 就經過這個Abyss Food Hall 那它裡面是有不少餐廳集結在一起 然後可以看到很多真正的都會女子在聊天喔 我們剛剛在大馬路跟小巷的穿梭 我們剛剛在大馬路跟小巷的穿梭 就發現很多適合女生的店家喔 我們來到斜坡的地形 就知道我們來到戴觀山了 我們剛剛經過東橋私房秘境之後 現在來到了Staya Tea Site 都會女子也是要喝一些這種可愛的小店 我覺得這家就是賣果汁的 它的整個裝飾感覺很明亮 然後也蠻可愛的 女子麗蠻點的飲料 但是是給大叔 男子的意思 大叔喝的 他也是一個複合的空間 裡面有不少的餐廳跟設計感的小店 我們經過這一家Cafe Friendly裡面清一色 全部都是女生 店外有個IG打卡超級棒的景點 超級棒的景點 如果想時尚喝Craft Beer 就來這家Spring Valley Brewery 像我們這種時尚專家就覺得有藍瓶就是時尚的代表 我們逛完代官山了 然後我們現在沿著這條路走 就可以前往公墓黑 看到我旁邊的墓黑川 然後還有招牌的櫻花樹 就知道我們來到中墓黑了 中墓黑這邊我們推薦很多咖啡店 比方說像我身後這一家 Starbucks Reserve Roastery 是全球第五家分店 然後日本自由一家 除了Starbucks以外 我們另外推薦了兩家咖啡店 一家是Streamer 還有Side Walk Stand 中墓黑的餐廳也是蠻多家的 現在我們就推薦一家Cafe Nuit 它是一家異國餐廳 可以從店裡面看到店外墓黑川的景色 除了咖啡店跟餐廳以外 坐落在墓黑川兩旁的小店 也是非常值得而逛 以上就是 今天的時尚都會女子 一日遊的散步行程囉 我是雯 我是寶 大家下次見 掰掰